然後現在我們要進行鋪水的動作 鋪水的棉花袋裡面 現在正在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才會清脆 然後我們做的那個餃子裡面 才會脆脆的那個菜 才不會太濕 所以我們要計算就是說 我們一斤的肉肉要配一斤的菜的話 大概就要切 大概 大概要兩公斤 兩台斤1200公克的菜 我們今天所配的那個餡料會 一匙的鹽巴加上一大湯匙 大概30cc的醬油 然後我們先把它和進來 然後和完之後 再把蔥、薑和進來 然後我們大概一斤的肉 需要30克的薑 可以用抹的 也可以用切小冰的 那我個人習慣是用抹的 但是因為今天 我們沒有那個抹的器材 所以我們就用小切小土 然後 把它肉 這樣弄一下 霍一霍霍 霍到它勻了以後 我們再把這個蔥跟薑 放進來 蔥跟薑放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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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繼續跟肉一起和 和完之後 我們再把菜 再一起和進來 然後最後加香油 好 好 好 你去搁那裡 搁那裡 吃水餃 好 好 那個 這樣一去搁那裡 搁那一下 我在整理琵琶 嗯 這上面就對了 洗一下 然後擦乾淨 好 好 大概過勻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把菜 不是我現在你幫忙嗎 好 大概就是一匙啦 是 但這邊稍微少了一點點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薑放很多 那有些人會放一點米酒 那因為今天薑多 我就不放米酒 因為有時候放米酒 它會出很多水 所以就 我的不是你的 對 對 好 我們 我們喔 破肉的時候要 自己溫的 很香 別人才吃起來會很香 聞一下 香氣進去 來 來 牧師姊把這個倒給我 全部倒給我 往上 往上提 嗯 然後把那個 把邊角料 邊角料 邊角料 然後打開 這個袋子打開 還有一些菜 把他都放進去 請小朋友一定要吃晚餐 再包包 喔喔 才入味 才入味 然後包起來也會很漂亮 很好包啦 因為他才不會這樣很沉濕 或者是多軟軟的 他有點硬度的時候 我們要包起來也會比較好包這樣子 好 記得喔 在肉放在盒子裡面的時候 然後要上面要往先 這個時候要把它放進去 因為你看這邊有的菜很多 對著這樣子 這樣還有很多菜 那邊都對著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在盒子裡面的套 然後後來 在盒子裡面的套餐 就要讓他四平八五的 因為他這樣 你肚子才會平均 然後才不會 才不會 才不會壞掉 就是 焦牙 好 這個 你來的 不用盒子 好 OK 再廣後面一點點 好 把他都鋪好 然後就上冰箱 再另外一匙子 好 把他都鋪好